诶 老奶奶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警告你臭猫咪在捣乱我揍你 共心 老奶奶 我今天只爬爬香 哎呀呀呀 我摔开了 呃 诶 老奶奶 快过来 快过来 我今天不捣乱啊 我陪你看电视 快来呀 你这个臭猫咪 我才不信你 给你一个片 诶 老奶奶 我知道你累了 来来来来 我给你吹吹腰啊 诶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还没有 舒不舒服啊 还是我最团女吧 你看 你累了 我都帮你吹腰 干什么 吃得舒服了就睡着了 你怎么能吃 说好都陪我玩一会儿 我都陪你看电视了 快醒醒 我都不说 这一个老男来是真男人睡 随时随地都能睡 快醒来快醒来 不行还是吗 不行 那我就自己穿电视了 好了 我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那有什么事找 那我又要开始 我还没有开始 你怎么就来打我 你这个臭猫咪 我现在只有是想打你 这个脑奶奶怎么又在发呆 我把你的花盆拴碎来打我 脑奶奶怎么又不理我 真是无聊 脑奶奶不跟我玩 那我就去造机器人物 我说你这个机器人 怎么天天在这里发呆 好好好 你天天发呆 我今天要做一道烧烤机器人吃 把这个机器人放到这个烧烤炉里面 拎好时间 然后再打开开关 旋转吧 机器人 只要过一会儿它就会被烤熟 然后我就可以吃到烧烤机器人了 已经好了 拿出来吧 哎 你很好吃吧 呀我的妈呀 牙都崩掉了 真难吃呀 你这机器人又难又难吃 算了 算了 哎 看这个挺好玩的 好好好 我们再做一个烧烤猫吃 来我坐进来再把这个门关上 哎 这样我就可以把自己烤熟了 哎 站到这个盘子上面还可以转圈 太好了 太棒了 好像已经熟了是吧 可是我该怎么出去呢 嗯 哎 我把手从这个玻璃伸出来 然后就可以打开这个开关了 嘿嘿 这样不就出来了吗 可是你这个机器人都不放我出来 嗯 我们不是好朋友 我不跟你玩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是海绵宝宝 今天我也来参加跳远比赛了 大家快为我加油打气哦 大家已经看到了 海绵宝宝带着他的好朋友们来参加比赛了 再看这不是派大星吗 我是派大星 大家好呀 好了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海绵宝宝你准备好了吗 我当然准备好了 我开始跳咯 嘿嘿嘿 哇哦哦哦 飞了飞了飞了 喂 海绵宝宝 你是来搞笑的吗 才跳这么远 你也太丢人了吧 那没错 海绵宝宝你太丢人了 还是让我张雨一哥来给你演示一下 在跳远之前 我先吹一首音乐 喂喂喂 张雨一哥你就别吹了 赶紧跳吧 跳就跳 有什么了不起的 快看我 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完美啊 哇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雨一哥你太搞笑了 海绵宝宝说的没错 张雨一哥确实很搞笑 三迪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看我的吧 嘿嘿 我三迪出马 一个丁俩 看我的我用绳子 套套套套套套 怎么没有套伤呢 哎呦我的乖乖 三迪啊 你才是来搞笑的吧 你还没有海绵宝宝跳得远呢 哎哎他们太搞笑了 跳远 还是我派大星呢 派大星你赶紧跳 要不跳我就扎你了 哎哎哎不要扎我不要扎我 跳就行了 谢老板你怎么这么坏呀 好了现在派大星开始跳了 我们看看他到底能跳多远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算了 有请下一位选手 嘿嘿 跳远比赛还得看我谢老板的 只要我已跳 全世界都是我的光网来了 嘿嘿嘿嘿嘿 看到了吗 我是跳得最远的 你们没有一个能超过我 小窝说的没错 到目前为止他跳得最远了 最后一个选手是小窝 他能超过现老板吗 什么情况 小窝你现在跳是没有用的 赶紧到最前面去吧 小窝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你还是赶紧跳吧 没错 小窝直接跳了起来 小窝 你这到底算跳还是没跳呀 小窝你太搞笑了 昨天海绵宝宝带着海绵小队 进行了一个跳远比赛 今天咱们的屁老板 也带着他的队伍来参加比赛了 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 机器小狗 嘿嘿 喂 你跳到中间怎么就掉下去了 看来机器小狗也不过如此呀 第二个选手肯定是我们的屁老板 屁老板直接出发 喂喂喂 屁老板 你怎么又上高科技了 这算是赖皮哦 第三个选手是 机器大爷 机器大爷提着一个房子 他能不能跳过去呢 呃 你这个动作好像是在 你是来拉屎的吧 不过问题不大 他总算是跳到了对面 最后一个选手就是 机械版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直接飞 哇 有没有搞错 海绵宝宝直接在中间卡住了 你是来搞笑的吧 机械版海绵宝宝没有跳过去 我们呐 上师版海绵宝宝也来了 快看看 哇 这个动作很流畅呀 直接跳了过来 没有想到这边还有两个 现在是谢老板 三个谢老板想一起跳吗 第一个谢老板直接跳了起来 哇 他差一点就超过了皮老板 只可惜只差那么一点点呀 呃 还是看我章鱼哥的吧 现在章鱼哥也开始跳了 他的腿很多直接跳 哇 果然是章鱼哥 比皮老板还要跳得远呀 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一次的跳远比赛就到这里了 最后赢的比赛的是章鱼哥 小伙伴们 你们猜到了吗 有这么一个游戏 就算我说所有人都玩过也毫不夸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哎 没错 这就是植物大战僵师 植物大战僵师能够经久不衰 必定有他独特的地方 那今天 我们就来盘点植物大战僵师 经久不衰的原因 首先肯定是游戏本身很好玩 这种好玩还不仅仅是某一方面 你敢想象在十几年前 植物大战僵师就已经把花园养成 关卡解锁游戏 解谜 趣味杂冠 正法正行 等等等等 融入到游戏里面了吗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市面上所有的游戏的玩法和元素 在植物大战僵师里面都可以找到 所以对于一款好玩的游戏来说 检验它的唯一标准就是时间 不管时间如何流逝 都有人对它情有独钟 这才是一款好游戏 其次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植物 没有一个是废物 植物大战僵师里面的所有植物 都有自己的属性 它们的单身 必定是因为要对付某一个僵师而存在的 所以植物大战僵师里面的植物呢 必定是存在既合理 存在必有价值 不像某些游戏 仅仅是换个颜色 换个皮肤 换个发型 然后就把它上架来 忽悠大家克金 这样的做法 真是让人厌恶 我非常的唾弃 真因为植物大战僵师 这么多的玩法 也就形成了后期的阵型派系 用不同的植物 摆出不同的阵型 来对付僵师 这又是玩家 从游戏本身 开发出来的新玩法 而这种新玩法 又给游戏本身提供了 新的是名利 前赴后继的阵型 当开发和设计出来的阵型 也在不断更新 同时也迎来了 更多的挑战者和追随者 厉害 第三 因为植物大战僵师 本身很好玩 吸引了很多玩家和大神 对游戏本身进行探索 因此诞生了各种猫岛 比如说95版 β版等等 改版的植物大战僵师 这些改版 不仅没有把植物大战僵师 游戏本身改的逊色 反而是个植物大战僵师 又增添了更多的玩法 和新的生命力 第四 因为有很多人都 钟爱植物大战僵师 所以有很多的 UP主义及贴吧的各路大神 刀载不断的更新 关于植物大战僵师的 视频和贴吧 这也就使得 植物大战僵师的热度 没有降低 好了 其实关于植物大战僵师的话题 还有很多很多 在这里我就不去探讨了 不过有的小伙伴就会问了 你说了这么多 怎么没有植物二代 和植物三代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 植物大战僵师一代 和他们完全不是一类东西 就算皮肤做得再精美 他们的灵魂玩法 没有创新 没有突破 又有什么用 一个游戏只去研究 如何让玩家课金 本身就失去了游戏的乐趣 再加上植物二代和植物三代 根本就不是植物一代的延续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可比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正因为有了二代和三代的推出 我们才更怀念 更喜欢植物一代 因为植物一代 更纯粹 更尊重游戏本身 好了 我是戴瓜君 拜了个拜 欢迎来到蜘蛛比赛的 下半场比赛 参加比赛的 依然是彩虹怪物队 和超级英雄队 这一次出赛的选手是 灭霸大叔 灭霸大叔跑得非常快 黄色好朋友紧随其后 就连大炮都没有打到他们 灭霸怎么摔倒了 黄色好朋友也摔倒了 摔倒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站不起来 我走了 黄色小怪物 怎么又摔倒了 叶马大叔 你是来搞笑的吧 哎呀 我怎么也摔倒了 哎呀我的乖乖 他们两个都摔倒了 这该怎么办呀 黄色好朋友又站起来了 不过灭霸却没有站起来 不好 这里有好多蛇 直接把黄色好朋友 给埋起来了 那你们这些大蛇 我是不会害怕你们的 你们尽管来吧 我一定要吃到这只小猪 就算你们全部把我缠住 我也要吃 嘿嘿 来了小猪 哎呀 这个小猪真好吃呀 晚晚没想到 黄色好朋友 比我们的灭霸大叔还要厉害 这一次出场的选手是 绿巨人和绿色好朋友 他们两个都是绿色 究竟谁会赢呢 不过绿巨人出师不力 直接被炮弹打翻了 而绿色好朋友也在这地方摔倒 我是女巨人 我不怕你们 你们通通都来吧 这只小猪是我 嘿嘿 女巨人 你吹牛吧 哎呀 我怎么也摔倒了呀 你这个怪物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走了 这个意思我一定要得到第一 女巨人傻了吧 被大蛇给包围了 这些大蛇怎么也要来咬我呀 算了 女巨人和女色好朋友都完蛋了 他们两个真的是来搞笑的 好了兄弟们 最后出场的是三个怪物 狼人和索尼克一马当心 就连炮弹都打不到他们 我大星星也该往前冲了吧 你才是大星星 你全家都是大星星 嘿嘿 这个大星星太搞笑了 你们两个怪物 我怎么也摔倒了 你们两个不要跑 让我追到了打你们的屁肢 我跑了 你们两个自己玩吧 哎呀 这里怎么好多蛇呀 各位参赛选手 一定要看清楚前方的敌人 这么多蛇 你们怎么能过得去呢 我不怕 我直接往前冲 我可是过 你是怪物索尼克又怎么样 还不是过不去 看我的 我才是宇宙第一 哎呀 我的乖乖 这些城市选手 恐怕都是来搞笑的吧